各位好 上期节目我们介绍到了科尔凯格尔哲学的出发点 他要关注个体存在 人的存在的问题 这里说的人不是普通的 抽象的 宏大意义上的人 而是指具体的 特殊的 唯一的个体 什么意思呢 之前传统理性主义 黑格尔哲学追求的是什么 是一个大一统的绝对精神 去统领万物 这是宏大意义层面的 去探寻万物的本质 任何现象都可以归结到 这个终极的层面 而科尔凯格尔呢 则不是从这个角度 而是要一反传统理性 从个体的人出发 把个人的非理性因素 也就是你实实在在感受到的 孤独 欲望 激情 焦虑 绝望和信仰 当作是研究的对象 只有这些才能解释出 人的存在状态 那么人的存在状态有哪些呢 人的存在有什么不同的类型和阶段呢 通俗的说 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都有哪些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科尔凯格尔的生活辩证法 或者叫人生道路的三个阶段 确切地说 应该是人的存在的三个层次 三个境界 这也是三种人生价值的选择 这三个阶段 或者说三个境界分别是 审美境界 伦理境界 和宗教境界 这三个境界也有三个代表人物 堂皇 苏格拉底 和亚伯拉罕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是第一个境界 审美境界 在这阶段 人是一个感性动物 只追求感性层面的快乐 人的生活 也是被各种欲望 冲动和情绪支配着的 这个时候 生活中是没有道德束缚 和宗教信仰的 人可以为了各种短暂的快感 比如说 为了肉欲上的满足 而做出一些道德败坏的无耻行为 这个阶段 人沉浸到这种感官的 刺激快乐中而不能自拔 人变成了一个肉欲之徒 依靠着自己的本能形式 人的全部生活的动机 那就是娱乐 这一阶段 最大的特点 就是爱自己 在审美境界 代表人物就是堂皇 堂皇是西班牙民间的 一个传说人物 是一个专爱 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 莫扎特的著名歌剧 《堂皇》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闻 这其中的主人公 堂皇就是一个典型的审美境界的代表 堂皇喜欢女人 是见一个爱一个 见到一个喜欢的女性 就要拼命地引诱她上床 堂皇沉浸在这种 占有欲满足的快感中 她就是一个被肉欲充斥着的人 她只去寻求感官欲望的快乐 并且非常纯粹和直接 她的生活被感性的欲望支配着 好 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境界 审美的境界 但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通过满足欲望获得快感 一定是短暂的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欲望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 人就会陷入到痛苦中 就算欲望满足了 也会产生各种无聊和空虚的情绪 这时人就要追求 另一个更高的生活状态 那就是伦理的生活方式 道德的生活方式 因此就进入到了第二个境界 伦理境界 在伦理境界中 人的生活更加理性了 具有了一种道德感 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哪些事情不能做 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 要去考虑自己的行为 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欲望的快感 在这阶段中 人开始学会遵循那些 有意义的道德准则 比如说宣扬仁爱 去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等等 伦理境界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爱他人 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 就是伦理境界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 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就是 他的精神助产述 他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 逐渐接近真理 而他又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 诸如正义 美德 这些道德层面的话题 所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理性的英雄 但最后 还是被雅典的民主法庭判处了死刑 面对死亡 苏格拉底非常从容 他恪守着自己的道德责任 而毫无畏惧之感 但在伦理境界 生活也是有矛盾的地方 因为在恪守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同时 人也会时不时地受到审美境界的诱惑 人是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感性生活的 很容易就会回到第一层境界 而忘却了道德的义务 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有所体会 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在伦理道德境界 如果那样 那就成了一个圣人 不是人间烟火 人有时候 还是会被各种现实的欲望诱惑 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后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伦理之人 因为不能遵守道德 而产生了一种罪恶感 人一旦有了罪恶感 怎么办 怎么去解决呢 只有依靠忏悔 这就到了人生的第三层境界 宗教境界 在这一阶段 人的生活就到了一个信仰之境 这也是人生要到达的一个最高境界 人摆脱了世俗的诱惑 也摆脱了伦理道德的理性之约 人面对的只有上帝 宗教阶段 人最大的使命就是爱上帝 这层境界的代表人物就是亚伯拉罕 在《恐惧与战力》这本书中 卡尔凯古尔正是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 来阐明了对信仰的理解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 让他要杀掉自己的独生子以撒 进行祭祀 亚伯拉罕听到了上帝的召唤后 毫不犹豫 便把自己的儿子带到山上 刀已经磨好了 正准备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时 奇迹出现了 上帝居然现身了 阻止了亚伯拉罕杀以撒 并且为他准备了戴罪的羔羊 保存了以撒的生命 这个故事很简单 但却表达了一种信仰的态度 在面对上帝的要求时 亚伯拉罕没有犹豫 也没有感到溃毁 而是承担起了对上帝的绝对义务和责任 所以凯尔凯古尔称亚伯拉罕为信仰的意识 他认为亚伯拉罕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亚伯拉罕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好 这就是人生的第三个境界 宗教境界 这是凯尔凯古尔认为的人生的一个最高境界 因为凯尔凯古尔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只有把上帝当作信仰的对象 人在处于孤独 忧郁 绝望和痛苦之时 才会有精神的寄托 以上就是凯尔凯古尔 对个体存在的三种境界的划分 我们再来总体回顾一下 审美境界是一个感性的境界 追求感官快乐 追求欲望的满足 这个阶段爱自己是个体的人最大的目的 堂皇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 第二个境界 伦理境界 人开始有了一定的超越 从感性生活达到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 遵守道德准则和伦理准则 爱他人 是这个阶段人的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便是代表 第三个境界便是宗教境界 这是最高的境界 上帝才是人的生存状态下 遇到各种恐惧 绝望和痛苦时的精神寄托 爱上帝是这个阶段人的生活方式 亚伯拉罕就是宗教境界的代表 人生的三个阶段并不是按照递进的关系 依次进行的 这三重境界是供人们选择的三种可能性 不同生活方式或不同境界的飞跃 是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做出的 非此即彼的选择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达到的层次和境界就不同 有时候还会重叠 比如说审美境界和伦理境界 有时候就会交错进行 而只有少数人会达到第三重境界 宗教境界 好了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科尔凯古尔的内容 我们只需把握两点 一个便是科尔凯古尔把个体性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 用个人的非理性的存在状态 比如孤独 忧郁 绝望 来代替理性意识的存在 第二个便是去掌握他的人生道路的三个境界 下期节目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位生命哲学家伯格森 看看他对生命的理解又是怎样的 感谢收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